新的開始 就是我真的很感謝主委 因為我是2009年 然後我確定要全時間 就是我有全世界的呼召 然後我想要全世界的呼召 可是我剛剛算一下 好像經過六年吧 就六年 我們這一路走來 其實並不是很順利 我曾經也想說 在我們自己的母會 我們在那邊受洗 我們在那邊結婚 我們在那邊領受呼召 我想說 我應該可以在那個教會 服侍到那個建築面 可是其實並不行 就是我們有很多的困難 所以有一陣子 其實我很生氣 就是我就是 跟神想說 我只是 對 生氣 很生氣 生氣 我就是想說 我只是想服侍 難道都沒有機會嗎 就是我有一陣子 跟神我是很生氣的 我想說我只是想服侍 為什麼我沒有機會 然後可是直到今天 剛剛在唱那個 神際會的風的時候 我就回想過去很多 看起來很困難的環境 可是我真的覺得 都是現在的祝福 然後包括說 我在之前的教會 在以前 我們的教會 我在那邊受洗 然後 受裝備 然後到後來 我們有 將近有兩三個月 我們不知道未來 要去哪裡 然後不知道 未來的服侍在哪裡 然後甚至好像看不到未來的路 那段時間對我們來講 其實很 很 很迷惘的 我們那時候 生學院已經要畢業了 我還想說 我們是不是要回到職場去 可是那時候我還是很不甘心 我就覺得 我就是有全時間呼召啊 為什麼 別人服侍很容易 然後別人教會很相愛 可是我們教會 就是很可憐 然後又不想離開教會 可是好像又 又沒有路 然後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 也是禱告等待這樣子 然後所以 今天在五谷禮拜堂 可以有一年 就是快要滿一年 我真的很感謝神 就是 啊 好像又有一個 新的開始 對 好啦 然後呢 那我這一年呢 就是我比較多的時間 是在學生牧區 其實 一開始我對學生是很不熟悉的 因為我很喜歡講大道理 然後我覺得學生都聽不懂 就是我覺得我好像對他們 沒什麼用 沒什麼笑 他們 就是我講老半天 他們就看著我 然後就 我就懂嗎 他說 就不懂嗎 然後 然後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是不是合適 但其實我在學生牧區 我學到很多 就是 有 我學到一個學生的那個 就是他們很 他們很 天真 而且他們接納度 非常的高的 我記得我們那個小組啊 本來 我們都是一群大專的 而且我們那個大專的學校 都是不錯的 然後很聰明的 但是有一個小組 有一些人要過來我們這邊 那他們那個小組 比較多人是 比較有狀況 有問題的學生 我就一直很擔心 他們過來 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這個小組 小組員的 對他們的看法 能不能接納他們 我一直很擔心 所以我一直打預防 真的講說我們要愛他們 我們要接納他們什麼的 但是其實這都是我想多 他們過來 我們不到一個月 就完全融合在一起 然後他們比我花更多的時間 去照顧他們 然後去 去 私底下用電話用Line 關心他們 還教他們數學 就是付出非常多的努力 好像沒有我之前那個害怕 就是 那個隔閡 覺得說 好像他們來這邊 擾亂我們聚會啊 這些等等 所以我在學生幕區 我學到很多 我也常常回想 其實我在學生的時候 我的夢想就是想要幫助人 我有很重的這個想法 但是我後來覺得 我連自己都幫不了自己 我就把這個夢想放棄了 我覺得我自己都搞不定 我自己我怎麼能去幫助人 直到我認識耶穌 我才知道他是一切生命問題的解答 然後所以我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 就是很 就很幫助我走上傳道的路 這樣子 然後 那我除了在學生小組之外 我也 在學生幕區之外 我也在真愛小組 在成人的真愛小組 真愛小組也給我非常多的幫助 因為他們非常的歡樂 他們說他們就是真愛吃 真愛玩 真愛生 我們那邊一大堆小孩 就吵死了 但是就是 就是剛好很適合我們這個小家庭 然後跟他們一起歡樂認識主 然後吃喝快樂愛耶穌這樣 然後真愛小組也 幫助我們更熟悉成人幕區 我們常常也是常常犯錯 常常問一些純問題 可是很謝謝 不管是真愛小組 還有學幕區 還有各位弟兄姊妹 同工對我們的包容 然後讓我們可以在這邊有一個 全新一個 讓我覺得很興奮的開始 謝謝 真的很感謝大家 剛剛季萱談到說 就是我們以前在教會當中 碰到的一些困難 我很感謝今天來到這邊 探望我們的嘉賓 就是四澤里樓夫婦跟美回長老 確實是在我們 在教會困難當中裡面 一直陪伴我們的 屬林的同伴跟家長 我們也很感謝他們 今天有機會來到我們當中 我也一直在想說 當我們在這個案例裡的時候 我們要用什麼 一節經文 總是要屬林一點對不對 用一個經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不對 對 沒關係我們就一起講就好了 對 對 我就想到 就像剛剛喬尼牧師在帶我們 就是神的恩典深處我們的心 我一直還是想到的是 我們一開始來到 五股禮拜堂所分享的那段經文 就是我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坦白講今天五股禮拜堂 三十二週年慶 那邊要獎勵的是十年二十年的同工 我們在這邊服侍一年 我真的覺得我們的服侍是剛剛開始 對 我們在這一年的服侍當中 會不會有困難 坦言是會有的 我每當我在碰到像剛剛季萱談到說 跟學生好像有點勾不通啊 那個天線好像有點沒辦法 那個頻率搭不上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 那個主的恩典到底有多多有多夠 讓我們可以靠著恩典來服侍祂 我們這一年當中的體會 我們深深覺得 我好像不知道那個經文說 到底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那個夠是多夠 是多多 不過那個體會當中發現說 每當我們在一個困難 在一個彼此好像也讓我們 因著困難我們拉鋸我跟季萱在一起的時候 發現神與我們同在 好像神用那個恩手拖住我們的服侍 讓我們有那個力量 可以繼續靠著恩典在服侍祂 所以就像剛剛那首詩歌一樣 神的恩典真的深深深處我們的心 我必須跟弟兄姐妹很坦白的分享 假如走上船到這條路 以我自己個人天男人的自我的時候 我是根本不會走上這條路的 對 因為以前沒有信主的時候的生活 真的是也是一段 人家就是說很風雲 很風雲好像在外面的浪子一樣的生活 對 但是我聽到天佑哥的分享 他就是說我們好像是糊裡糊塗的 走上了一條什麼 對 清清楚楚的路 真的 我真真有這個感受 就是我發現好像神的一個預備一個帶領 在教會當中 欸 教會叫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乖乖的順服 我們就去做 然後發現在善功當中 就有像季宣剛談到 就是有一個渴目在我們裡面 好像就一直牽引著我們 直到神給了我們很清楚環境跟經文的印證 我們就願意全身的投入在全職的事奉當中 所以我還是很感謝在這一年當中 我們所接觸的這些弟兄姊妹 當然我首先想要感謝的是 學生牧區啦 對 因為你們那麼相挺我們 對 熱情 真的是從你們身上感受到那種 源源不絕的活力跟潛能 我真的是在這一天的營會當中 他們的潛能已經超出我的意想之外了 有太多太精彩的什麼戲劇啊 熱舞啊 對 然後馬上破冰就跟你想個十個遊戲 就可以帶著學生一起玩 真的讓我們 已經是覺得他們的那個潛能的 已經到了一個無限的地步 所以我們要說你們是最棒的 真的 我真的發現 五股學生的潛能真的超乎我們所求所想 對 也很感謝巧琳姐其實她帶領 她跟學生的團隊帶領我們 讓我們在服飾上面 真的給予我們很多照顧跟指導 所以才讓我們的 漸漸可以在學生牧區 很穩定的服飾跟成長 當然我也很感謝在成人牧區 我們在靖雅分區所有的弟兄姊妹 感謝你們在主裡面這樣子支持我們 成為我們的後盾 然後我也要尤特感謝幾個小組 像是恩典慈愛以及豐盛小組 很感謝你們接納我在當中 有帶領操練的服飾 然後最後我也很感謝說 在 我們在全職同工的這個團隊 我發現這個團隊 真的是可以把不可能變為可能 真的 那個弟兄姊妹 你不是參加那個通台灣嗎 那不是有福音解簽嗎 哇 我們有一個慧如同工 在一天之內就把這所有東西 全部搞定 哇 我真的是發現 他們的創意跟執行力 讓我們在這個團隊裡面 深深的很佩服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的接納 謝謝